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灰燃漆黑的烟 紧默一片时间 星光皆瞑灭 生命迁迁 怀我从梦眼中 苏醒眼眸春月雪色 时间在你只一念 随我角色 心与我 风与火 你与我不舍 无许或为君生浑波 寒似寄阔 乾坤向这山 愈合 红黄将灭残余波 不问 后生应余过 未君随坚固 皆可 明朝相约看星河 无悔此一生与此成说 未经许可,不�mmmчив 未经许可,不易经许可,不易份可,不易格 词曲 杨明蛋 这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这怎么回事 大殿下 这可算一招 锁锁锁 只是我为何会这样 你用了什么法术 我腿脚怎么动得不了了 我只是用银针 暂时封住了您的经络 让您手脚麻痹 经脉不通而已 大殿下 这便是医术之情 医术 这两个 没见过 现在我知道 夜谭多谢大殿下不杀针 大殿下 公主 是那个我上次当考核 我是谁啊 你可厉害了 什么味这么香 你做好吃的了呀 我待会再告诉你 跟你走 公主 胡衰 你怎么在这儿呢 这些都是小胡衰 特地为你准备的 还有这些 是尚书囊送来的入学礼 公主若非为了替胡衰出头 也不必经历这般磨难 胡衰身无常物 只能为公主碰这些五心菜肴 还望公主不要嫌弃 缺缺小事不用放在心上 带你去了尚书囊 我们不就能日日相见了 胡衰上天不久 就惹得两位仙子不和 今日直视仙人追究此事 要免去胡衰的仙侄 让我回五心族区 那你想回去吗 胡衰好不容易才上天成仙 实在不愿意就这样回去 你只是被免去仙侄 又没被剃出仙籍 干吗要赶你回去啊 就是啊 你去跟他们说 就说青葵公主 在天马院给你留了一个池味 以后啊 你就是我的人啊 成了公主不弃 还总是照应我 我 我 我再给您摊个胡衰饼去 去 你又一次违背了恶霸原则啊 我还不是因为看出人家手艺了吗 你说说 你要是有人家一半的手艺 不用被那少年空歇 拿膳膛要挟吗 嗯 你别动 我都没看呢 好好好 给你给你 小气贵 给给给 都给你 你小时候不总是盼着有一天 能坐在学堂里吗 如今也算是心愿得偿了 恭喜啊 你是不是 我特意了 чтобы你怎么还在学堂里 你专心 你还是会在学堂里吗 我又不是 你也不像去 你真的 你是不是 都在学堂里 你 那个 我 妹 我 这上面虽然写着是你姐姐的名字 但你却不是因为黎光青葵这四个字进的尚书脑 你凭借的呀是自己的实力和努力 名正言顺考进去的 哪有什么名正言顺啊 你记得你问过我 我小时候为什么店里的东西上面 大多都写的青葵的名字 那是因为从小它什么都有 见我没有 就偷偷地把东西都扔到我的屋子里去 说是自己弄丢了 为此啊 没少被长势的嬷嬷管教 我从小就命不好 那个呆瓜为了我 做了不少吃力不讨好的事 就她那个性子 免不了要在陈元界吃苦头 我却顶着她的名号在这天界里圆梦 我现在我真是 你现在又想着下街就姐姐的事了吧 你还没被承接够啊 少天空心 少天空心跟我说了 等我烘完睡就把这破烟给我摘了的 现在我烘完睡了才是你找不着了 我找不下去我 沈君啊 您离开尚书囊已经将近一千五百年了 想要找到之前的笔记卷宗 真的太难了吧 嗯 已经翻到一千两百年前了 再往深一些或许就能找到 青葵入学用得到 少点空心 原来你在这儿呢 害我一通好找 你方才什么时候走的 你可看到我寂静思作的表演啊 看到了 我虽然得了一等 但我也是假等水平 你开不开心 身为天妃 如此拼命才保住学籍 怎么好意思说开心啊 我就知道你这张嘴里说不出什么好话 反正啊 你得兑现承诺了 沈君 我找到了 我 我找错了 我再找找 我再 我再找找 你干什么 这 这红光宝青啊 不解 为何啊 你方才 用的是冯春书 是啊 我承认我是加了那么一点点的足料进去 可冯春书那么难 临场补习我哪儿学得会啊 好在本宫只有无伤智慧 虽然被那星君识破招数 但总算过了关 得了一等呢 你既然自己都承认自己学艺不经 怎么好意思说自己合格 星君那是爱财 才勉强让你过关 但是你却过不了本君这关 这红光宝经 你先带着 等你什么时候成为合格的天妃 本君自会为你解除 本君还有钥匙 你解决 少点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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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死板 你不知道要痛扰 你 你给我当战 别气了 我早就看出来了 这少点友情根本就没想放过你 就算我是她的天妃 她也不能这么对我啊 公主 先消消气 四界无不臣服于神族 尤其是少点氏 守之生杀大权 翻云赋予的事并不显见 胡遂在戒下 尚未成仙之时便由所而闻了 她怎么对别人我可不管 我是再也受不了她这气了 我觉得你能 依我看你就应该讨好人家 说不定哪天她开心了 就帮你把这红光宝巾给解了呢 讨好她 你说得对呀 她不是一直要让本公主 成为一个合格的天妃吗 我就做给她看了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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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您可是用医术斗拜了大殿下 是啊 怎么了 大殿下是皇子当中最降臣渊立网的 后永斗狠从不肯言半 据说之前有人胜过她一招办事 被追到了天涯海角都没放过 这可如何是好啊 我当时一心想着救三殿下 我没想这么多 有了 奴婢现在带您去三殿下府中再逼几日吧 走 好 我只是用银针暂时封住了您的经络 让您手脚麻痹 静脉不通而已 这便是医术之情 走 还从未见过她有这般大事 当真与众不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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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别动 这别动 陈渊下来一武为尊 我既赢了你 那便是告到陈渊立网的 我也是有理的 你别误会啊 本杀生平啊 最服的就是我父王 其次便是这很善斗能胜之人 你这一术神鬼莫测 本杀研究了半日 都没琢磨明白 还想着请公主赐教 再赐我几针 叫我记着 以后我会考识针此术 成为阳赛 什么呀 若是本杀学会了你这样的好手段 那扫荡四届称霸天下 岂不是指日可待啊 来 来 扎我 大殿下 这 别怕呀 本杀皮糟肉厚扎我快 来 大殿下 这 这 那针对不对哪 扎就好了吗 扎 扎呀 扎 这不对 快点扎 你不能 就往这扎 大哥 大哥你这是干什么 本杀向往医学 特来求教 你来自作甚啊 谈谈 咱别理他 继续扎针 往我那个命门悬上扎 大哥你不顾陈渊族禁忌 擅自求医 只要是让父王知道了 该当何罪 得了吧你 装什么装 你那上不也是公主帮你治好的吗 你以为我不知道 再说 那交不交是公主的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凭什么管天管地的 就凭公主为了救我 连性命都不顾 二位殿下不要再吵了 三殿下 您对我的恩情 夜谭牢记于心 那殿下 您也先回去吧 恩情 你对我如此只是为了报恩 自 自然是恩情 嘿嘿嘿 你以为呢 你跟老孔雀开屏 自作多情 看看 咱别理这个老孔雀 咱炸人 大哥请自重 你给我松开 你先松 你小子不得了了你啊 你给我松开天下门 你先松 快 快过来 快过来 快松 走 停 你们两个都没病没栽的 干嘛跑过来折腾我 都给我出去 谭谭谭谭 谭谭谭谭 谭谭的 谭谭 你 大哥慢走 恩情 你可信此话 世上哪有一个女子 会只为了恩情 如此奋不顾身的要救一个男子 哪有 就是 我家大人哪有什么恩 让公主报我 仇还差不多 她一定是觉得我身边的女人太多 所以才找了乌黛 想用激将法试探我的心意 最可恨的还是那乌黛 她竟然手把手得让青葵教他针灸便学 分明就是意图不轨 气死我了调讽这小子 本事啊只是想学针灸 哀着他什么事了 我看这小子 分明是别有用心 我看大人您还是想多了 大殿下向来是职场的 要什么女人并不会喝眼 咱们还是韬灰妖精 您冷静冷静 别想太多 我看你是多虑了 夜谭公主乃是未来的蜀妃 三殿下素来又是个小心的 赤后营以外的事业从不过问 她抓着青葵的手逼迫她扎针 还百般讨好 如此德行 也配当我大军统帅 她百般维护公主 生怕本事吃了她似的 她怎么是谁啊 举公主这人轮得到他们 是什么 听说了吧 新入陈渊界的夜谭公主 何有几分姿色呀 夜谭公主不过是个凡人 而且她处处与陈渊足 隔隔不入 那有 她长得好看不就行了吗 我跟你说 这个女人 逼着高贵清冷的外壳 可进 掉了男人的胃口 我呀 要能摸摸她的小手 再进入你小子 你算什么东西 也非和本殿下讲同样的事情 还真是冤家陆寨呀 她那是本上将来的陈渊王妃 你竟敢对她有不轨之心 你这个罪奴之子 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你配吗 不配 对 不配 看来今日本上得好好教训教训你 大人 这里人多言杂 您若出手势必会暴露您的真实行为 务必要忍住 我知道 好 我定要让你明白 坦坦是我的 你这等人 有言不配肖想 三殿下把大殿下打了 大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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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三殿下身手这么好 糟糕 是鼎明和陈渊王妃在监视我 此番必不可再露马桥 大哥 大哥 小弟九叔战争 下手不知轻重 大哥千万不要见怪 你小子 大哥好气势 大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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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比黄二殿下 走 走 别看了 快走吧 别看了 一切正如您所料 这朝风和乌丹 因争抢夜谭公主 当众争执了起来 你猜怎么着 朝风失手伤了乌丹 当众给他跪下 简直是丑台百出 朝风这个罪奴之子 竟还想联合乌丹对付我 这次的离间之计 也正好断了他的非分之想 所以说啊 还是母后英明 乌丹 向来跋扈惯了 如果说朝风这次得罪了他 这朝风未来的日子 就更加难过了 不过 此人心思深沉 今日虽遭挫败 日后是否会再寻机会 兴风作浪也未可知 我们还是要小心提防 母后说得是 孩儿明白了 好 参见神君 你 你在这儿做什么 吃饭啊 这是本公主最爱的人间美食 臭干子配螺蛳粉 你尝尝 本君是问你为何在此用山 那自然是来陪伴神君的 本君不需要你陪速速回去 清葵也不想来啊 可这红光宝镜非逼着我来 你越不肯给我解我就越想解 我越疼越想越想越疼 只有靠近了神君啊 这红光宝镜才安分一点 那清葵自然是离不开神君了 反正我也不白来 正好 学一学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天妃 你也得学着习惯一点了 我们日后都是要相处在一起的 是不是 你看我发哪儿合适啊 神君需要战末吗 清葵来 神君要看公文吗 清葵来 神君是要饮茶吗 清葵来 神君还要做什么 分别 神君需要入宇鲜花吗 不用不用 那神君愈必要擦身吗 擦身 你以我上位成会 你不知他羞耻鬼 神君想哪儿去了 青葵问的是 神君要不要 遇见 通常记忆 一定要保证万无一事 明白 属下认为 神君 神君起来怎么也不说一声 害我都没办法服侍你 本君陪你折腾了一夜 你还没服侍够吗 是属下来得太早了 属下晚些时候再来向神君报告 我 并非 我们什么都没看见 什么都没看见 不是并非 我 神君 神君 需要助眠吗 有什么需要你就吩咐啊 本君 活了两千七百年 第一次做噩梦 胡遂贤子 胡遂见过秦衡君 我后来没在尚书囊见到你 你是去何处了 只是仙人因为之前的事情 不让胡遂在尚书囊认职了 兴得青葵公主不嫌弃 让我在天派院做了先事 竟然有这样的事 那你为何不先告诉我 我可以听你说情呢 这等小事岂敢劳烦秦恒君 你的事又岂会是小事呢 秦恒君已知 我不是你要找的那株糊碎 为何还对我如此关照 我只是觉得 每次见到你 都有莫名的亲切感 我是真心想把你当朋友的 也罢 既然你已经入了天派院 也算是一个好去处 只是日后你别忘了 还有我可以帮你的 你不必总是躲着我 说起来 胡遂确有一事 想请教秦恒君 何事 胡遂日前在上古法卷中 看到有一种法器 明幻聚灵玄灯 可以将灵魄汇集于法器内 清恒君可曾听说过 不曾听过 你为何会问这个 胡遂只是好奇 想见识一下 既然如此 那我不妨帮你打听打听 也许三针会知道 这法器的下落 胡遂只是一时好奇 不必劳烦其他上仙了 胡遂还有事 先走了 我的大人啊 一时冲动打伤大殿下 暴露了自己的羞威 谁让他提到轻快的 我该 一个人族姑娘 就能令您这只 韬贵千年的老狐狸 一招破功 还让我去人族 采这些破花过来 送给人家 莫不是爱情来了 你给我闭嘴 谁说我破功了 大殿下会相信 您是一时失守 对付乌带这个蠢货 我还是有些把握 就算他不信 我也会有办法让他去 你 今天听宿水说 大殿下刚去店里 找公主智商了 什么 又是乌带 大人收拾大殿下不成 反倒给了他接近 金魁公主的机会 大人 你想想想那个画面啊 金魁给乌带砍病 怕是免不了 宽衣解大呀 不行 一定要除了这个祸端 要这样大人 我给您开玩笑呢 你给我躲起来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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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又这样 大人 您再这样就彻底暴露了 你给我下来 你不冷静我不下来 你给我下来 你冷静了 咱就摆那花啊 要我白采了 送什么花 看我不收拾就无带了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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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给你包扎好 三天便可痊愈了 您这是 你小子 我需要好的那么快吗 不需要吗 需要吗 您这是想借着这伤 多取几次捉心电 跟公主倾件 你小白筒也是开窍了啊 嘿嘿嘿嘿 大人 大人 大哥 大人 大哥 又是你 你还敢借病双氏 我今日定要你好看 你想干什么 大哥 遣犯的九四之中 小弟无一生疏 伤了大哥 回去之后懊悔不已 今日特意请大哥教导修行 求大哥收下这道歉礼 帮帮小弟吧 嗯 好 熊掌我乃陈元界第一勇士 且快笨你这种笨手笨脚的所长啊 看在你这把好刀的份上 熊掌我今日就指点指点你 多谢大哥 嘿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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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真厉害 会了吗 你来 大哥 我试试 大哥 怪我手碰 大哥 你没事吧 好 没事 那我帮你拔出来 别打 那个 斧子不适合你 咱们就敢按切 那个 我刚才教你的 你都会了吧 会了 大哥 来吧 好的 大哥 大哥 我又输了 听闻大殿下和三殿下最近练武勤奋得很 他们如果知道公主来的话 一定开心得紧 只要他们和睦便好了 让一让一让 大哥 你再教我几种 你 你太笨了 我教不了你 是 我笨 我没有天分 所以我更要勤学普遍 不不不不 你非常有天分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你就是把周无印的练武集裁 只是 只是大哥我猜出了学前 我教不了你 你去找你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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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你二哥 大哥 坐下你了大人 啊 住手 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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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我呀 大胆 宿水 带大殿下回酌心殿烧药 大殿下 这边请 大殿下小心啊 大殿下慢点啊 三殿下好计谋啊 枪害兄长 无端伤人 您这样做何 当初为了一己私欲 将我姐妹二人挫嫁的二殿下 有何不同 的确一样 我这不是为了 为了给吴大爷跟夏马威 省得他老找你麻烦吗 大殿下一心向一 对我总是好言相待 何曾找给我麻烦 你怎么还向着他说话呢 我没有向着任何人说话 轻逵此生 一恨有人仗失欺人 二恨手足相残 不尽亲情 没想到三殿下 竟是这样的人 我不是那样的人 三殿下的行径 实在令人发指 这是我调制的 承恶除尖水 希望您能够反思挤过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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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我看起来如何 开始变滤了 啊 哎呀大人 别再滤下去了啊 赶紧去给公主认个错 让他给咱解了 我去 走开 沈君 需要洗漱吗 你出去 那沈君需要跟医医吗 我自己来了 自己来了 自己来了 沈君不是希望我成为一个 合格的天妃吗 我现在做的都是一个 合格天妃应该做的事情啊 走 沈君你别走啊 别碰我 你不走本君走 你看看你这头发都乱了 这样怎么行的 你别碰我 青茴公主对你们兄长实属真心 看来这天妃果然没选错 不知何时 子无才能遇到这样的爱情 你放我来 你乖一点 别碰我 我说了别碰我 兄长看上去确实不冰冷了 至少她已经学会了 暴躁 我们神族脾行温凉 卫衣体量有轻而止步不及 千茴公主是人间女子 波拉伯感 聪慧浪漫 与你们兄长而言 就如一剂强心药剂 有她在啊 无论受过何等心法影响 上天空戏你给我等着 我还是第一次见 像兄长与嫂嫂这般 谈情说爱的 郎中雨病患实力悬殊 想要治愈兄长 恐怕并非易事 如此看来 咱们得助推一把 据说明晚有场 万年不遇的流星雨 周先都翘首以盼呢 母神的意思是 家人在旁新夜优惠 再一根筋的人 也总能开窍了吧 对呀 传说中有情人一起 看天剑流星雨 都能中冲眷属 要带嫂嫂和兄长去 最合适不过了 本宫知道 你不喜人多热闹 特意选了这出幽静之地关心 你可还喜欢 多谢母神替提 孩儿这就欠人为母神准备 不必了 母神不坐在这 这些是为友情一人所留 母神 母神 我把嫂嫂带来了 本宫总会留你一人在这寂寞伶仃 特意请来了青葵公主作伴 你只管享受这美景凉宵就好 母神 您不是还要去仲仙的关心处吗 有琴也不是不能凑人多的热闹 有青葵在 神君就不必勉强自己了 天后放心 我定会好好服侍神君的 那本宫就不打扰了 牧师 牧师 别靠近我 都准备好了吗 放心 早准备好了 许久都没见到神君了 真是叫人家思念得紧的 可是太忙了呀 倒也不是忙 好 主要是不想见 多么很爱的知心爱人哪 等下气氛一到 我就画出我的灵影盒 这个灵影盒 会根据他们现场的气氛 调节出 世界上最美妙的旋律 然后 我再施法 让花瓣从花树上 片片飘落 排练多少回了 不会出错的 这流星之夜 一队有情人相适而作 这觉得起来还挺苍苍吗 浅尝没酒 遥看星辰 嗯 真是世情话义啊 那既然这么不想见我 不如就顺手帮我解的 这红光宝巾如何 不然这样我在路上看见都绕道走 你为何执意要解红光宝巾 你为何就是不肯给我解这红光宝巾 你为何执意 老公 你放我连连连 不知道该是行事的啊 呀呀呀呀 就不来我呀 这个灵鹰鹤是要根据当时的气氛 自行调节的 你不行 你行你来 嗯 拿着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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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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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不是老师的呢 那还不是你先不行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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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先尊 为何在此啊 刚才都是你们捣的鬼啊 你别走 此处显然有人搭了戏台子 本君不想被人看戏 换个地方说话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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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干什么啊 天后 计划出现了一些纰漏 可是那条星河 不是绝佳的赏星之地呢 况且我们做的再多 也不过是助力的 接下来就要看友情的了 没关系 下来就要看友情的了 好 把他逼下去 使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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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了 不愧是我家大人啊 轉移 轉移了 沒事沒事 沒用 都留下門了 大人 大人 無論發生什麼事 海潮必定死生相隨 公主 朝鋒大人 痛定思過 毆大兄長犯家大錯 現已悔過 還望公主 別生氣了 望開一面 把毒 給咱解了 好 啊 哦 哦 啊 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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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哦 哦 你说狂暗裂过双生的花 流落在沧桑的悬崖 我听风暗浮动谁的脸颊 奔飞出海底沙 多想陪你穿越过忧伤的一下 我们携手跌宕的天涯 错幻的时空吹乱了编乏 再哭也不怕 你是我心中的月牙 我的阴光闪烁成年红 如果泪落下您总喜欢 我是你喜的铺花 别问心和爱无需回答 为你让浪漫 天地无暇 我是你心意的铺花 天地无暇 我是你心中的月牙 你想像的那就可以了